这个范散现象 这个范散现象一看就是后天产生 如果要是料上带这个范散现象 它加工这些阴线的时候 它一定会把这个先后关系给剔除掉 你看这个是公上公下完全是一个字 这个在一个背面肯定 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范散现象 就很容易判断这些东西实行之老 在一个上面有一个玉珠笼 红的这个沁色呢个人认为是皮加色 两种粘素造成的一个特件 为什么说是皮呢 因为它这个沁色有一个浓淡深浅 有一个自然的过渡 就说明这个东西当时这个地方 什么是输送的可能靠近边皮 而又产生了这个沁色 包括底部的自然过渡 包括这个360度自然过渡 甚至这个红里边都有沁色 就说明这个是先天这个地方可能有皮色 而后天又进行了一个侵入造成这个特件 哦 哦 关注我 为你揭秘更多古语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